娱乐至上小麦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魔兽比赛 今天赏子不太好 早上做视频 昨天晚上那个回来有点晚 然后的话时间来不及做视频 早上定了个八点周到中起床做视频 然后刚刚起床没多会看到这个Ti4那边 那个牛逼是已经一穿五了 牛逼的一大糊涂 牛逼果然牛逼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魔兽争霸三的比赛吧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英斐 另外一边的话是蛋种 LT Lostempo 依然是人族对兽族 英斐呢是本族的一个人族 蛋种呢是用了兽族 这张力族上面的话 其实从种族优越性上来说 兽族还稍微有点优越性 虽然人族两框很好开 但是兽人的泉水利用好的话 效果不会差 那么来看一下比赛到底怎么样吧 这个今天因为 待会还要出门 待会大概四点钟左右要出门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做完压缩一下 差不多 对 如果说时间 足够的话 我就多做一个 时间应该不太足够 比较赶 今天是真的比较赶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吧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多多分享一下 小外的一个视频 对 喜欢的朋友 可以多多的捧场一下 小外的零食店 小外零食店 他不脸康 对 然后最近的话 也是重新又装修了一下店铺 有一些新产品 然后有一些特价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周末应该说 也是不平静 有那个TI的比赛 还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是不是 不过早上解说的这个嗓子 我自己感觉声音 都有点不太一样 真的是这样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 这个问题值得去研究一下 就是说 一个人早上的声音 跟平常的声音不一样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 有没有相关的 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这方面的 一个一个专家 或者说朋友来研究研究 因为这边肯定 不管三七二十一 四五二十八 对不对 四五二十 反正我就去练这个 分框 我就去开矿 而弹总的剑胜跟大剑 是往中间走 是往中间走 今天第一场比赛 其实也是 因为和弹总的随机比赛 这场可能两个也是随机 一开始没仔细看 没看清 没看清 功力主转加六 这个点还是比较轻松的 剑胜也没有过来 想要去烧了 他第一个点 选择自己去练 那个野怪 这几个野怪的话 比较脆 然后大剑胜 剑胜练起来 效率也很高 同时 这个点的话 输出对方野怪 输出也不猛 同时输出 对方如果猛的话 练完以后 还有泉水可以补解 所以反正这个点的话 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点 大剑注意好 走位 健身的话 穿越一下泉水 享受一下 对这个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点位的练机 是非常舒服的 接下来再练一个点 再拿一个宝卧 对 大剑这边想得很 想得很穿啊 而英飞这边的话 也是去中间练练机 然后这个矿的话 是准备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英飞这个摆放 他们的农民应该是可以穿越这棵树的 所以的话可以逼要死后呢 可以躲一躲 英飞现在也是比较的稳 然后另外一边 淡总的在这个地方又补了一个 补了一个商店 我记得在前几天的一场比赛中 对淡总对抗了玉米还是谁啊 当时我记得当时玉米是鼠方三丘 然后淡总的健身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阵亡了 商店现在后来也被拆掉了 在这一次的话我们看淡总的商店放到这个位置会比较的稳一点 但补给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方便 好的 要砍掉两极剑圣 加上大机准备好去压制 英飞这边是一个数矿打法 所以的话没有这个防御塔 这样来的话 剑圣跟大机是很有可能杀到一些单位的 两个 你看农民这边一直要躲一下 对吧 躲过去 在剑圣这边钻出来 一个砍掉 那这边大机砍这个外面的那个农民 因为家里面农民拉出来 家里面农民给拉出来 好 这边大法师是单船过来 农民是基本上来说还剩下一个农民 血量没有的话可以往后撤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弹总是在这个地方补了商店的 所以他的话补给起来会比较方便 当然也可以去中间泡温泉 英飞这边的话没有农民拉过来了 家里面再补农民 反正 反正刚刚那波农民的击杀英飞并没有第一时间拿农兵过去支援 仅仅是大法师一个单船过来把杰森给吓跑 现在已经看到了1234个大机晶有了 所以待会一旦得空的话 完全可以考虑把中间全水点位给收割 而弹总家里面二本科技已经是快完成 地洞的位置摆放了非常整齐 整整齐齐 处女做的吗 难道是 杰森过来 车空又练一个小点 我们看到弹总练极的速度都非常快 当然对于这边的英飞来说他也不急 反正我是立足于两矿的一个经济 两矿运足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再说话 别的不管三七二十一 三个大机在中间 跟大法师稍微折腾着的 反正你要是说我练极不能练 但是你要抓我也肯定抓不了 现在我们看弹总这边还差一个点就能到达一个三级 等级还是非常高的 大法师又在 又要点这边野怪 大法师也是坏啊 真的是有点坏 大机这边要注意好 其实野怪有能能放毒啊 这个大机也是有点疼 而另外一边弹总的建设呢是继续练 马上到三 大机的话一直想要泡泡温泉什么的时候 对吧 稍微想享受一下 但是的话对方一直是不给这个机会 一直不给这个机会 大法师看到了这个商店家里面的一个B 直接上三本科技 对方也是非常爽快 又A了这边的一个野怪 这个大机一直是不能泡温泉啊 这哥们才狼刺客 这个哥们这个毒放的 还是有点凶 杰森过来侦查一下 这边还没有防 刚刚好 刚刚好 这根塔完成的话 杰森不敢嚣张了 不敢嚣张 砍死一个 六十九七十七十五 七十五点时候再行动 好 砍 这轮输出稳 这轮因为有GP啊 所以他不管 可以进行输出 先出来 先出来 再被围住不太好 转个弯 出来了 大法师去对方家里面 老牛阿发 老牛阿发 有点没想到啊 充滞波老牛 弹种这边 英雄选择的是老牛 这个倒是有点意想不到 一般来说 这张地图上面很少有看到 这个老牛阿发 倒是有点有点意思啊 老牛这边选择去先去练那个疯狂 健身的话是买了压膏 非常多压膏 因为这边的福特曼是跑到上方 哎哎哎 先把上线给拔了 好的 四个大鸡加个老牛 练起来不要太轻松 健身过来 赶一赶这福特曼 福特曼应该是强拆的节奏了 一刀 两刀 三刀 走 对走 福特曼真的是凶啊 瞬间把这商店给砍爆了 大法师在中间泡了一下温泉 哎哎 大法师你干嘛 某某某天都会恶心这个野怪 这野怪被恶心的有点多 商店被拆掉 补一个商店 然后的话 因为他去那边选择了一个 是个树山本的一个打法 如果说 他这边 对吧 能弄一个迷你基地出来 还是不错的 砍掉这边的这个福特曼 大法师想要过来 肯定是想要过来 烧倒对方的开矿 但是其实这边 我们看到是摆了个商店 只要商店好了 就集团就 大基地就好了 先把水人给解决掉 商店看来得否掉啊 看来得否掉 而且要把这个苦空给打死 因为肯定是要 一定要斩绝 斩尽杀绝 好的 这苦空肯定要把他杀掉 对 苦空一死的话 待会 其实我觉得商店 不在家里面问题也不大 不在家里面问题 哎 地洞造一个 哎 嗅的很 我们看到 嗅的很 真的是嗅的很 大法师 这个苦空 地板地板踩座 哇 那个去 有必要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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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有个地洞 有必要这样吗 硬生生 保这个苦空吗 哎 这个工 哎 还要背负的卖一刀给砍死了 大总这么长时间 白白白白白满火了 三英雄下达抗战也来了 这好快啊 但是商店 其实我觉得补在家里面 也问题不大 为什么非要执着 也补在这个疯况点上呢 肯定是想着 待会要 要什么 要开个 树框 要开个迷你基地 但是没必要这么来啊 好的 最多块钱 暗英雄是山丘 这张地图反正也是没有酒馆 所以的话只能说是本族英雄的一个节奏了 出了这边的一个科多的光环双B 先练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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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大法师稍微的练点级 他反正到三级还是比较远 比较远比较远 十万八千里 老牛这边已经是快三级了 等级倒是提升了有点快的 侦查一下 弹总这边也是很细心啊 防止这边英雄大法 偷偷又开一片矿 所以他这边是跑到一个很远的点位 进行一圈侦查 这个侦查是有必要的 因为英雄非常喜欢在角落里面开矿 所以这样的一个侦查真的是有意义 也是有必要的 现在亨大看来是回家买个迷你基地了 我不知道他是开在这个位置呢 还是开在自己隔壁 还是先往下走 买个单船买个基地 待会是单船应该是刚刚商店里面 路过买了一个 待会可以飞过去 跟你老牛会合 因为悄悄的跑到上方 把这点给练掉 待会有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一根塔两根塔三根塔 对这边已经提前先买好了伏笔 这边下来看是开好矿以后直接飞上来 会合一下大部队 要搞什么爽一爽 接下来这个点的话 我个人可以考虑把中间全的点位给先占了 中间这个点比较肥 同时的话也为自己待会儿一个补给做好准备 现在弹总的侦查是侦查了一圈又一圈 这次应该能侦查到了 这个侦查很有意义 很有很有意义 双方可能要在这个点上面相遇了 先发现这个防御塔 健身也是积极啊 诶诶诶 捶一下 老牛这边有地板踩住 嚣张对不对 要说一下 健身这边把这塔给砍掉 塔可能肯定不能起来 又是叫地板踩住 这老牛踩地板有用吗 我觉得还不杀富特曼的 实在点砍这个剑山丘砍不省 其实健身砍这个这个自动塔也是有点有心无力啊 这个塔毕竟他不能不能不能没有什么加成伤害 只能说一刀一刀砍也不能出调皮 活活把这根塔给砍掉 劳民伯伯还敢过来太嚣张了吧 这边又有个大击被运被定住又点死个大击 有点稍微的无奈没有健身的输出 受人整个就有点打不动 真就有点打不动 上方的话又开了一片矿 所以我们看到但总的经济现在也是不不虚 而英飞的农民又来 不不矿 大瓦斯是被打残 差那么一点点是能够秒掉 只要秒不掉对英飞来说就无所谓 就怕被你秒掉 山丘是很嚣张 跑过来还要砍砍这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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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工 还得先散吧 然后让富特曼在那边卖一波 富特曼过来卖一波还是比较稳的 因为这些苦工如果说就这样这样的话 富特曼是完全可以砍死一些的 然后这边向他看那跟老牛是继续练机 没有了大机的话 待会练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再去开矿 我和这两个人开矿看来开上瘾了 补地道 然后这边富特曼什么的各种人要开始进行逃窜 往座 哎又开始一个 英飞这边又拉出一波民兵 准备开这边联位了一个矿 对所以听到我们看双方形成的运营那个大战 大家都在开矿 都在开 攻击之爪加6 我觉得可以考虑练一下中间这个点了 对中间这个点还可以练 先用柯多吞一个三级怪吧 无所谓的 吞掉就吞掉了 是不是 好像现在部队有点少 这个点练起来不太方便 弹总现在也是什么都出啊 狼奇飞龙 磕多 好像也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这边我们看到是单船过来 哎呀 健身这边来不及啊 一根塔好了 两根塔好了 卡农民 这根建塔肯定要被剪掉 但是这根这这波塔是很难很难说 有所有所规模 两个农民要修也修不做 搞定 对不对 有这边一条飞龙在有柯多啊 这个飞龙 柯多那个光环效果还得不错的 而另外一边狼奇兵被网座干掉 侦察狼奇兵被干掉啊 这边因为立马是开出一片矿 双方弹总又也好了一片矿 也就是弹总现在也有已经有三片矿 又补了个商店 现在双方也是斗智斗勇 这样一种开矿大战的话 对人主来说目前来说有点稍微不利 目前来说有点不利 因为这片矿还没好 但是一看这根塔 如果又拳起来的话 英飞能够作用这个三矿的话 又又是一个比较比较 比较不错的一个局面了 家里面选择了一个石鸠的一个打法 纯石鸠 大瓦斯跟着三英雄去杀人家苦工 这一波应该要TP的 第一时间TP 还能打死一个大机 不错 不错不错 还能打死一个大机 这个事情可以有 既然立马急风步过来 但是英飞这片矿应该是好了 弹总应该是第一时间往那边去的 对他现在对吧 这片矿已经稳了 那那那那那那 接下来就就这片矿是最好开了 对于这边英飞来说 弹总这边是马不停地跑过去 发现这边塔已经好了 也就是说刚刚好来不及 也是有点无奈 再怎么防也防不住这边英飞的开矿 现在英飞已经三矿 弹总这边也有 也有三片矿 双方现在是55开 而英飞这场比赛 如果说走一个纯石鸠的路线的话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纯石鸠 心灵火石鸠 你这边是纯蝙蝠的一个对撞 那双方就是一个 拼拼蝙蝙蝠跟这个 一个石鸠的一个节奏 那这样的话 英飞会占有一点优势 对方没有三英雄 炼金术士的可选 然后 然后英飞这边的话 反正也无所谓 中立英雄 是不是 本身就对中立英雄没什么需求 大马斯又买了一本TP 反正出门就带TP 一边又有两个大点 这边我们看到是卡加长销 外加这个耐久光环 装备不要太好 对平常看到这种装备 真的是哇哇哇 这种感觉 现在也就这么一回事 因为这张地图上面 现在情况是 人猪 哎 哎 因为这三个塔放的 现在这张位置 现在这个待会 人的纯石鸠比拼的话 这个光环效果 并没有那么明显 并没有那么明显 撞一下 哎 没撞死 变掉一个 变掉一个 哎 病弹一个 我的天 我的天 对吧 白白亏了一个蝙蝠 一个 妖术 追 哎 飞龙飞龙又被点死了 哎 飞龙真的是脆 地板踩住 妖术一下 锤子锤住 圣骑士有点危险 最后一刀打死 总算也是不亏 拉回来一个英雄 看家里面情况 72人口 但这边的蝙蝠 应该是已经量产了 对对方肯定是一个石鸠龙鹰的路线 所以你这个时候也只能出蝙蝠了 没别的兵种你也不好出 别的兵种真是不好出 现在蝙蝠这个兵种 真的其他作用很弱 真的是基本上没什么用 除开用来撞人家蝙蝠以外 其他有什么用啊 因为看到对方在中间链级 那没办法 现在的话这个时候以经济为主 现在展览已经 哎呦 开始出石鸠了 开始出石鸠了 瞬间开始出石鸠 三个鸽子龙开始爆石鸠 准备开始爆石鸠了 这个节奏一旦起来的话 待会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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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人口的一个石鸠 攻防这边继续在研究 板砖车燃烧有板砖车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 对方一旦有石鸠成型的话 你这个部队意义不大 对方随便一个石鸠 两个石鸠就能搞定你这个板砖车 但是板砖车还是有点用的啊 在那边现在是稍微拖延一下节奏吧 主要是因为家里面的石鸠很快就能来 所以这样的话这板砖车作用可能就 就只能说板砖车很好 但是现在板砖车这个时间点不对 因为在这个这个点上面进行开矿也是有点凶 另外一边三修跟着龙鹰继续去那边是烧到对方的苦工 继续烧到苦工 哎这样的话 另外一边啊这两个英雄拆塔拆了也是比较的辛苦 比较辛苦拆掉一根塔 这个塔还真比较讨厌 但我这边又要准备开一片矿 高达往家里面撤 健身的话是哎哎哎哎 撞掉这个撞掉一定要撞掉 哎点死一个蝙蝠这个真的是有点亏的一个兵种 这样撞的话真的有点没什么意思 锤子锤住他没他也没事情干 只能是撞 反正蝙蝠这个多 三个BE可以出无限蝙蝠 研究燃烧有四个蝙蝠 四个五个BE我吵 五个BE我吵 这补兵速度也是有点稍微夸张 冰战回去 三丘有点点危险 另外一边这个板砖车呢 应该是被被赶走了 对被赶走板砖车意义不大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尸鸠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尸鸠目前来说拿他没办法 妖术一下 挺多了 剑身又盯上这边的圣骑士能不能出道进化这么多刀都没出进化不太合适吧 进化都没有吗 哎这有一点不太合适吧 这一刀进化都没有 一刀进化都没有啊 弹总什么人品啊 剑身是为的是过来赤品书吗 隐身 隐身了我吵 隐身是没办法 里面还有一片矿 中间有个一雕石 哎这个东西可以减 这东西可以减 一雕石可以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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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开好一片矿 矿是真的多啊 哎哎有一个石鸠撞一下撞掉 弹总这边死命的暴蝙蝠啊 这局真的是铁的性的暴蝙蝠了 没办法就是暴蝙蝠 弹总现在已经没钱了 哎这钱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 六十四人口他钱呢 一片两片 好这边三片 四片矿 因为这边就是三片矿 三片矿三片矿 但是这边哎哎四九来了一轮 没了 所以板张车这东西不不不 对吧你说一辆板张车你说你 你又边上有没有那种护卫军这边进行守护的 你说车这个这个塔有这个板车有什么用啊 就这么一轮就完蛋了 真的意义不大 因为现在是纯十九龙一千多块钱 然后87人口两攻三反 就就打一波难道就打一波吗 所以看弹总这边能不能扑反扑 因为打这样一打一波的这种比赛的话 一定要注意两个点 因为这张力图是没有酒管的 所以一旦英雄被秒 是没法复活英雄的 对你只能 没法就是买活的 你只能慢慢来 这边健身过来在这边 哎 然后是蝙蝠的一个一个节奏 蝙蝠的数量一定要跟上 健身哎当心当心 撞撞撞撞撞 哎全方几多一天 这这波没有撞死很多 砍掉一个健身 健身当心 对方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一个十九龙鹰 感觉还是出蝙蝠比较靠谱一点 但对方的这个部队没有撞死啊 只要没撞死的话 这边的一个阴费完全可以待会用慢疗 或者什么团补来补给一下 农民伯伯过来杀一波 哎呦这波农民伯杀的非常舒服 蝙蝠撞撞撞撞撞撞撞 撞又是没撞死 撞没撞死有点亏 有点没撞死有点亏 慢疗贴一个 没撞死有点亏 蝙蝠在持续跟进啊 现在我们看到这打星际的感觉啊 五个兵营再出蝙蝠 发了一根塔作为侦察 然后的话这个部队水量还是比较饱满 团补有没有 团补我觉得也有必要啊 群防群补都有 一定要有 飞龙基本上没什么用 进去健身进去 看到这边的 哎呦这边我们看到现在好多的加血棒 蝙蝠又被拉手 弹总这边没办法进不去啊 少量过去吧 被他各种的用过龙鹰的拉手给拉手住 因为你这个 人族单位现在基本上不太死 而所有人单位死很多 所以弹总一定要不破不力 一定要一波蝙蝠把对方给撞 撞残 我觉得就一百人口蝙蝠 不管生气了 这一波一定要把对方的事情给撞下来 一旦撞下来以后 你坚持等级 我觉得至少再生一级 所以不要小规模的上 这个时候一定要大规模上 大规模蝙蝙教育人家 撞又没撞死 哎呀我靠 带龙这波冷静啊 哎呀飞龙也被打掉了 十九一边基本上没死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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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损失很惨重 这波又是一个养肥的方的节奏 垂着垂着垂着 现在放到这边地板踩一下 哎呀直接被秒掉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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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掉了我们看到 因为这波现在就是就是利用这波三攻三防高攻的一个一个一个部队 老牛是点了一个无敌走掉了 健身被这边冥兵给砍残了 蝙蝠这个量一定要是爆出来 不是那种什么几个蝙蝠 是要几十个蝙蝠 就不管三次蝙蝠一定要一波把对方给撞死 其他问题是撞了几波都是那种撞到一半血 然后没死光没死掉 因为这边就是没死掉就是要好汉嘛 又来五个蝙蝠一定要一起上 不要不要这么几个几个来 现在龙鹰这边有一样三十 哎哎单传走掉 一定要一起来 你看你这这蝙蝠的量跟跟龙鹰的量一样的话 你这怎么撞啊 哎哎这波有点可以这波还可以 但是还是没有撞撞撞死老牛这边也得撤了 还得再来一波再来一波不对 对那颤好好 再撞再撞 撞撞撞撞撞撞撞他撞他撞他 黑进华主好 Klim化就砍掉又撞掉一个 孙几看上了这个时候哎よう arts又来了 赶紧冷静冷静冷静一点三个龙鹰加三个蝙蝠 蝙蝠关例赶紧're com你测赶紧's 骗ini吃 蝙蝠一定要多三攻三防30 Denise 真的是有点硬啊 当心张心老牛哎呀建设被钉主了今天死了 基本踩一下建设被打死 再撞一下 蝙蝠再撞 又 撞 盛光一下 锤着锤掉 瞬间撞掉这边的石灸 又一个避难 那我们看到 英飞的部队也是被降下来 那这边又开矿 现在英飞这边死命暴龙鹰 我这场比赛真的是很纯粹 一个纯粹的暴蝙蝠 一个纯粹的暴石灸龙鹰 蝙蝠跟飞龙 我觉得飞龙就不用出了 就暴蝙蝠 这场比赛就可能只能说硬钢了 对吧 只能硬钢了 这要是再钢不住也没办法了 而且现在局面 其实对于这边的英飞来说 比较有利的 这么几波打下来 对方两个英雄都死掉了 现在我们看到 把对方的这个 石灸龙鹰全部解决掉 但是这个龙鹰 这地板 这地板是干嘛卖萌吗 对吧 你也发现 你这个什么飞龙啊 这种东西 基本上被对方 又撞一下 你发现 你的蝙蝠根本没有输出 对方三英雄加水人 就可以欺负你 水人可多吞掉一个 现在看到有点危险 激烈波加一下 妖术掉 没有英雄RP打不过 因为没有建设 现在看到这边 没地方躲 还有一个血石 死到的 不会死 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血石 妖术掉 赶紧走 抽一下 蓝 跑了 非常快的 很机智 赶紧散 赶紧散 但问题是 你这样散的话 对方现在纯龙鹰 这边现在弹总又是一轮蝙蝠的开开开场 因为是继续开矿 我和英飞这也是凶的很啊 打赢一波团战开一片矿 打赢一波团战开一片矿 矿是越开越多 弹总这边现在矿 受到了对方的一个压力 有点凶 有点凶 我只能说有点凶 一条波 这个 这个下来后来当心 这张地图上面也有个不好 就是没有酒馆 真的是对于 哎 被动鱼 蝙蝠 哎呦 蝙蝠一来就被人家扎手住 这这这蝙蝠有点吃亏 下来后来要被秒掉 秒被被秒 被秒了 哎呀 蝙蝠这边撞不动啊 这 因为这边龙鹰 龙鹰 现在纯龙鹰 我们看到 这龙鹰不要太凶 蝙蝠来多少杀多少 对 然后英雄的复活的时间又特别长 完了 完了 弹总这边也是 被英废的石鹫龙鹰部队 活活给 活活给恶心死了 出了N多个蝙蝠 撞了N多的石鹫 大家最终是死掉了 自己死掉了 好的也是恭喜这边英废 这张地图上面 对于对于兽人不利的一个地方 就是 其实兽人用蝙蝠最好的 还是要加一个 那个叫什么 加那个叫炼金术士 对吧 但是张地图上没有酒管没有炼金术士 所以的话你经常发现 这个石鹫啊 差一点点死 然后呢 没没死的话 你这个蝙蝠就白撞了 所以有个炼金术士会好很多 另外的话 人猪的运营很非常牛逼 虽然弹总这边开矿速度也非常快 但是英废显然是深奥此道 这方面英废是太极拳中师 你懂的 好的也是恭喜英废 拿下了本场比赛 但总也是 没办法 以前我经常用人猪来打人家兽猪 经常我用兽猪被人家人猪给打了 看来出来会要还的 好 今天的比赛到这边感谢收看 我是小白